吃什麼 怎麼吃都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吃的時間也是嗎 現在網路上很流行一個叫168斷食法 我們簡單來講就是 一天有24小時的時間 其中8個小時我們可以吃東西 16個小時不可以吃東西 加起來24個小時 這個168斷食法 很多人都在去做一個食吃 但是有些要點 你是不是真的有記得呢 好比說這個可以吃的 這個8小時是按照 個人的生活習慣來做的 你可以早上8點開始去轉 也可以中午12點開始去算 那吃的過程 如果超過10個小時 你要盡量縮短這個時間 不要餓太久 另外注意水分的補充 整個過程都不要忘記多喝水 而且熱量的攝取 到了晚上是越少越好 你不要說我累了一天 終於可以吃 那最後一餐 我就來吃個炸雞桶全家餐 其實這樣子的效果 就會大打折扣了 我們可以看到 注意一下這個均衡飲食 有吃肉也要記得吃菜 還有要搭配運動 好比是慢跑或是游泳等等 最重要的是你睡覺 要正常的作息 這樣子的減肥方式 才會比較有用 那這個方式其實有很多的名人 都有來做喔 我們看一下這位藝人 不講的話 你是不是插納金 看不出來他是劉耳精呢 他最重的時候有達到110公斤 結果半年內甩肉甩了34公斤 他除了168斷食法之外 他還有一些小配方就是 高熱量的食物以及紅肉 他去做一個減量沒有吃 他反而吃什麼 雞肉 魚肉等等白肉的部分 而且蛋白質的補充也比較多 除了劉耳精之外 另外一位楊成林 我們可以看到 他60天減掉6公斤 將當於 這樣是一個月就是3公斤左右 他主要是一天吃兩餐 分別是吃水煮的青菜 還有煎牛肉 雞肉 還有番茄 所以他也是有菜有肉的部分 喝的部分也很講究喔 喝高蛋白粉加無糖的豆漿 再來是來做一個身體的 補充蛋白質的部分 而且我們注意看一下這部分就是 他穿的是運動服 所以運動來講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其實會很納悶說 這樣子吃的部分要怎麼吃 運動要怎麼運動 168要怎麼168會比較好 我們請到正興醫院的營養師 陳玉婷 陳營養師妳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對 妳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這個168斷食法好夯 那它適合所有的年齡層嗎 有沒有哪一些疾病的人 最好不要試 而且如果真的 在進食的過程中太餓了 我可以吃點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在這個飲食法 因為它是有一段 特殊的時間不能吃的 所以在有一些 包含比如說小孩 成長中的小孩 或者是像孕婦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老年人的族群 其實是比較不適合的 那如果是一般健康的成人 要做短期的一個減重試驗的話 是可以配合這樣子168的時間 來做整體的熱量控制 那在這個時間內裡面 就是要攝取均衡的一個營養素 那在飢餓的時間 如果要補充的話 建議是選擇一些 比較低熱量的包含 體積大 但是熱量少的蔬菜 或者是像一些低脂的蛋白質 等等的一個部分 對 好 那我想問說有 其中一個8小時是可以吃的時間嗎 那這8小時是不是我隨便都可以吃 我鹽酥雞 乳味都可以吃 那我還需要計算這個卡路里嗎 基本上的話 卡路里我們不用去細算 可是在一個飲食的模式 食物的選擇上面還是要去煮 因為我們說 減肥的部分其實是進去 吃進去的熱量 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在8小時 沒有去做食物的選擇 去忌口的話 你有可能在8小時 也是吃了過多的熱量 所以其實在8小時內 應該是維持你本來的 一個飲食的模式 那只是說 利用這個時間上搭配 縮短整體熱量攝取的時間 然後可以達到 降低整天熱量攝取的一個部分 了解 那像說可能有在健身的 或者是一些減重的話 他們很害怕他們肌肉量流失 那對於一些老年人來講 他也可能說會不會 吃這種168斷食法 導致無力很容易跌倒 之類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 在168斷食法 他只是用一個時間去搭配 我們整體熱量控制 那在飲食項目型態的部分 還是以均衡飲食的部分 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可能現在會 預防肌少症的部分 跟一些健身的族群 在蛋白質攝取的比例 包含可以選擇一些低脂好的 優質蛋白質 比如說豆製品 黃豆製品 以及魚肉 雞蛋等等 這樣子低脂的肉類 其實相對飲食是比較均衡的 那可以確保我們的肌肉量 蛋白質量攝取的是足夠的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想請問 就是168斷食法 我去細看之後我發現 他分很多種 有86 68 4 20這些方式 那我們要去怎麼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的一個斷食法 基本上的話 因為這樣子的時間搭配 還是會去看大家 利用這樣時間的一個用途是什麼 如果是短期的話 我們想要速成減重的話 可能可以讓斷食的時間 稍長一點點 但是如果是一般上班族 需要足夠熱量 因為其實我們在工作活動的時候 還是需要一定的熱量 來保持我們工作的效率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一般成人的話 可能就選擇168的部分 就是這個時間配力 配置跟比例 是比較適合我們一般 日常的一個作息的 了解了解 我們學到很多 非常感謝陳韻婷 陳醫養師帶來這些資訊 非常感謝 謝謝謝謝